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不知道名字 而这位客人看上去四五十岁的样子 所以赵红和丈夫就称这位客人老陈 起初老陈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像其他的中石彩民一样 每天都会来彩票投注站转悠一下 时不时都会买上一些 但是不久之后老陈开始购买一种 十分钟开一次奖的体育彩票 这一买老陈让赵红夫妇俩都震惊了 您听听赵红夫妇都被老陈给累得求饶了 那得买多少啊 赵红夫妇也帮老陈算了笔账 最多的时候老陈一天能买上几万块 可谓是出手阔绰 这样的客人对于赵红夫妇俩来说 实在是有点财神爷的意思了 自然他们对老陈也是特别的好 久而久之更是处成了朋友 都成朋友了 那就意味着他们更加信任老陈了 直到有一天老陈突然表示 他要进行小小的设账 这话一说赵红夫妇有点犯嘀咕 哎呦该不会不还吧 但是没过两天 赵红夫妇就开始责怪自个儿太小心眼了 他查一天起来 他过两天就给我 过两天就给我 幸运很好 您瞧瞧 人家有奢有还 根本就没有什么坏想法 这么一来呢 赵红夫妇不免就心生内疚 对老陈呢也就更好了 就这样 老陈与赵红夫妇呢 一直通过彩票生意交往着 一直到2016年的下半年 有一件好事突然发生了 那就是老陈终于中奖了 彩票在哪儿 老陈 你这边 是这下钱 四万一千两百万 四万多块钱也不是小叔啊 赵红夫妇都替老陈高兴 可是没想到老陈自个儿知道之后 似乎没有一点惊喜 反而还把中奖的彩票 给了赵红夫妇 我叫他票给你 你自己去哪去 放这地方我还打呢 什么意思 原来老陈这就说了 这么些钱呢 我领来了 也还是继续买彩票 所以干脆你们帮我去领奖吧 领回来呢 这钱就存你们那儿 继续抵日后我买彩票的钱 这话就真让赵红夫妇俩有点吃惊了 感情中了奖 钱都不想见面 好吧 赵红夫妇也想了 估计老陈实在是有钱人 要不能一天都买好几万的彩票了 所以了 对这点钱 他也不愧在意 就这样 赵红夫妇就非常热心的 帮老陈去把那奖金领回来了 不过领回来之后呢 老陈又改主意了 让赵红呢 还是把钱取出来 还给他 我帮他拿去拿 我一把他据好看 然后把卡好给他 然后他把钱 打到我据好看里面 然后我把钱拿出来给他 反正是人家自个儿中奖的奖金 当然是想拿就拿了 所以赵红夫妇也没在意 赶紧呢 就给了老陈 再接下来嘛 老陈就一如既往 还是天天买彩票 到了2016年年底 赵红把整个账一算 哎呦 整个彩票投注战 居然有五分之三的生意 都是老陈一个人做的 他就我这边说 我去年一年 才买了五十万 一年买了五十万 你说他一个人 打到个将近三十万 你想是不是打不出来 到这个时候 这个老陈已经是赵红夫妇心中的大老板了 所以老陈再有什么要求赵红夫妇基本上都不会再拒绝了 赵红夫妇记得最后一次是2017年的2月份 那时候老陈又来打彩票了 这天呢老陈一共打了好几千块钱 不过呢老陈说自个儿没带钱 先欠着 赵红夫妇呢就欣然同意了 再过了几天 老陈又来店里了 不过这一次呢老陈表示不是来买彩票的 而是来告别的 说他呢要回老家一趟 这样的话如果话了别人说 赵红夫妇肯定是有怀疑的 但是这次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而是老陈 在他们看来既有钱又有信遇到老陈 所以呢他们根本就没在意 只让老陈放心走 有空再回来就行了 接下来嘛时间就到了三月份 眼瞅着老陈都走了一个月了 赵红夫妇想起来突然有点慌 这老陈该不是忘了他们这笔钱吧 他们赶紧就打老陈的电话 可是惊奇的发现老陈的电话也停机了 这下他们就心慌了 赶紧四处打听 打听什么呢 因为赵红发现除了一个手机号码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老陈的任何信息 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哎呀这下可上哪去找老陈还钱呢 所以他们只好到处去打听 还有谁见过老陈呢 关键是得知道他住哪啊 幸好几番打听下来 这就有人说了 说老陈一直都是住在那个离彩票店 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头 叫大海宾馆 赵红夫妇呢 赶紧就找到这宾馆老板 徐福海 徐福海表示没错 老陈确实是在他那住了一年多 并且他也知道老陈的名字是叫 陈平安 自称是安徽黄山人 来当地做板材生意的 知道了名字身份那挺好啊 可是别急 因为接下来从这个徐福海这儿啊 赵红却听到了一连串 让他大惊失色的消息 夏天在这里开空了嘛 这之前这样三十多年不开空了 后来开个人出车了嘛 开空了也是个我们也没有这钱 什么意思 徐福海表示 陈平安是有钱人 不可能吧 他在我这儿 只舍得住最便宜的单人家 其次陈平安 虽然说自个儿是做板材生意的 但是行为上看嘛 却不像是有正经事做的人 除此之外 徐福海说的最后一点 让赵红夫妇最崩溃了 因为徐福海表示 陈平安已经在一个月之前 退房走人了 从此之后再无音讯 这话一听 赵红夫妇心里都算是明白几分了 这陈平安估计是不会再回来了 他们那几千块钱 很有可能就打了水漂了 但是他们又转念一想 老陈在他们那消费了那么多 也算是帮他们盈利了不少 以前那么熟悉 如果去报警 这事可就闹大了 再说了万一老陈日后还回来呢 就这样 赵红夫妇心里一软 就把这事放肚子里了 再一转眼 一个月过去了 赵红夫妇的生意照常 他们也不再去想老陈这么个人了 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他们不去报警 却有警察找上门来了 而且还说了一个 让赵红傻眼的原因 那就是警方怀疑赵红夫妇 一起诈骗案有关 你想想 谁听到这样的消息 估计都接受不了 并且赵红觉得自个儿 确实是守法老百姓一个 没干过坏事 于是他赶紧就问了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他就从警察那 听到了一件让他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就在几天前 在江苏四眼 有一个年轻女人报案 说自个儿的男朋友失踪了 三月份报警呢 可能从这个二月份 一月份这样 就联系不上 这女的介绍说 自个儿是叫刘霞 今年31岁 男朋友呢 叫张明 今年29岁 是一名警察 上个月呢 张明说是要去出差 可是这都一个多月了 他怎么都找不到张明了 这可把他给急的呀 从那人消失了 然后几天 其实我一直在等 越点觉得越不对劲 你他说的那个日期也差不多到了 然后还是没见到人 刘霞也说了 他跟这男朋友已经处了一年多了 感情特别好 本来在男友失踪前呢 两个人都说好了 过段时间就去领结婚证了 可就在这么个结果眼上 男友呢 突然电话打不通了 人也找不着了 刘霞呢 越想越害怕 万一男友出什么事 他还真接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 刘霞还说了 男友那儿还有他的钱呢 数额不少 足足七十万 他可不能失了男友 又丢了钱呢 所以就请求警方能不能赶紧帮他找一找 警方一听呢 也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有点严重 就问刘霞了 说你有什么张明的这个信息吗 咱们好帮你调查调查 赶紧帮你找啊 感慨指的时刻呢 我们感觉是拦路不大的 为什么呢 他的叫行率时间比较长 你有的这种信息比较多 没错 刘霞提供了不少张明的信息 包括电话号码 张明的照片 还有这个给张明转账的银行账号 按理来说有这么几个信息 警方要找到这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呢 这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警方的预料 先说电话号码 警方发现怎么都打不通了 也没有注册真实的身份 而照片呢 全国叫张明的人估计不会少 所以呢 也不是很好找的 那就只剩下银行账号了 可奇怪的点就在这了 这个银行账号的户名啊 根本就不是张明 是谁呀 这名字您还真不陌生 就是徐福海 没错 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 安徽天长的宾馆老板 徐福海 而更让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您知道 屡次从账号里取钱的时候 摄像头拍下的那个人是谁吗 也不是别人 正是赵宏 一直指向我们安徽天长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很简单 就是我们去立马安排人到天长去了 是啊 徐福海和赵宏明显有问题 要不然刘霞给男朋友张明的钱 怎么会汇到他们手里呢 这也就是警方为什么要找到赵宏询问的原因 可是这么一番话听下来 赵宏人就懵了呀 他腿也软了 一是他表示 他根本就不认识张明 而诈骗他就更是叫冤了呀 他没嘎嘎这事儿 而另一边的徐福海也是叫苦不已 他同样说 自个儿真的是没收过钱 那是我们摆到我们面前 我们比较迷糊 搞不清楚 是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突然赵宏和徐福海明白怪了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集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老陈 陈平安 而他们俩结果核对 终于肯定 这一切全部都是陈平安一手策划的阴谋 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陈平安为什么要处心极虑地陷害赵宏和徐福海呢 他又是怎么陷害的呢 最关键的是 这个神秘的陈平安他到底是谁呢 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找到了安徽天长的徐福海和赵宏 并且说他们有诈骗的嫌疑 骗了江苏四阳的一个姑娘 刘霞 赌足七十多万 原因是刘霞的钱全都汇到了徐福海的账户上 而取钱的时候摄像机拍到的这些钱又基本上是被赵宏 刘霞汇钱的那个账户账户名是他的 没错 可是账户对应的银行卡却不在他手上 他回忆啊那是大半年前突然呢那个陈平安找到了他 负起了苦 徐福海说他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陈平安哭丧个脸 无助又凄凉 当即徐福海就表示愿意给陈平安帮忙 一听这话吧陈平安赶紧就说了 说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回老家补办身份证太麻烦了 但是呢没有身份证又没办法补办银行卡 所以就希望徐福海帮自个开张银行卡 就这样 徐福海说他当时根本就没多想 立马就陪着陈平安去了银行 竟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那个户头的那个取款人又是赵宏呢 那接下来赵宏就说了 说当时陈平安跟他们夫妇俩已经算是朋友了 所以当陈平安已不太认识路 或者不愿意跑一趟围游 让他帮忙取钱的时候 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你跟你老公都去帮他取过钱吗 你取过了吗 好像有一次是吧 好像有一次 基本上都是我去的 好嘛 按照这样的说法 一切似乎都集中到了这个陈平安的身上 他先是借徐福海的名义 开了银行账户 然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 刘霞的钱就汇到了这个账户上 之后呢 陈平安又让赵宏去帮他取钱 最重要的是 做了这一切之后 陈平安竟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陈平安 只有他才能够解释这一切 可是呢很快警方就发现 陈平安这个名字背后啊 大有奇小 因为在那户籍系统里头 根本就查无死人 讲的这个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家庭住址啊 包括身份信息 他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进行促查 这些信息全部是假的 其实从事情的开始 说到现在 这个陈平安似乎都充满着神秘 他一边在赵宏那儿 挥金如土疯狂的买彩票 另一边呢 又在徐福海的宾馆里头 住着最便宜的小三家 甚至都不舍得开空调 而刘霞那边呢 诗中的男友张明 似乎也与陈平安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不然的话 钱怎么都汇给陈平安了呀 在重重的怀疑当中 警方加快了寻找陈平安的步伐 根据徐福海的回忆 陈平安有个交通工具 那就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要知道现在在路上 骑摩托车的人可不多 这算是一个比较显眼的线索了 于是呢 警方就开始卡在 陈平安失踪那几天的时间段 从这个交通监控里头 寻找这辆摩托车 还别说 没几天 这就找到了 车型 包括车后面 它有一个那个 胆泥那个胆泥 包括上面 它那个字 虽然那个字是看不清的 可以说直到现在 警方才真正看到了 陈平安的身影 跟着陈平安骑行的轨迹 警方一个一个的监控 在找 终于 警方发现 陈平安在中途呢 到过一家银行 几乎是立即的 警方就调取了银行的监控 这次是不是终于能够看到这个陈平安了呢 就是这段画面 警方终于欣喜若狂 经过赵鹏和徐富海的辨认 这人就是陈平安 没错 直到这一刻呢 这个神秘的彩票客 才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这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真的是这一切的策划者吗 在他的背后 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警方试图继续追寻陈平安的踪迹 但可惜的是 出了城之后 道路监控不是那么多了 陈平安再一次失去了踪迹 案件搞到这个地方 兴奋点来了 又到了一个低谷了 又没地方去了 不知道怎么弄 警方挺气馁 而另一边呢 赵鹏 徐富海 刘霞三位当事人呢 也是急得不行 陈平安到底能不能找到 大家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转机突然来了 陈平安之前一直用的手机号码 虽然停机了 可是警方发现 这个手机号啊 居然被注册了微信 通过技术手段一查 这个微信不再没有被弃用 甚至还挺活跃的 而最后一次登陆的地点呢 是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那江苏四阳 你还记得男友失踪的刘霞是哪的人呢 正是江苏四阳 所以了 警方就觉得奇怪 按理说刘霞的钱在陈平安这里 先不论其中的原因 陈平安都应该躲得远弯的 可他怎么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呢 陈平安奇怪之处太多了 这让警方更加着急要找到他 通过技术手段 最终的警方定位 陈平安是在四阳境内的一家木材加工厂 没有犹豫 警方立马就出动了 当天陈平安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当即警方就对陈平安进行了传唤 按理说事情到这了 只要仔细跟陈平安问清楚 一切就该水上石出了 可是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陈平安的交代 整件事情居然拉开了另外一层大幕 展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真相 首先是陈平安的身份 几经询问 最终的陈平安终于承认 陈平安不是真名 他其实是叫马海田 是江苏披州人 更让人惊讶的是 警方一查呀 发现这马海田居然是一名突击犯 他是2008年 批州是这个公安局一个傻子 陈平安 这个当时在批州一个木材厂 在他负责在新疆销售嘛 把家这个两百万 两百万 这个公公给 吸款潜逃了 既然是一名通缉犯 那就能够理解马海田 为什么一直用化名了 可是他又为什么要社局 陷害赵洪和徐福海呢 另外一方面 他与刘霞的男友张明是什么关系 怎么会得到本该属于张明的78块钱呢 关于这一点 马海田就说出了一个让人挺震惊的答案 他表示 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 他就是刘霞的男朋友张明 是吧 他是张明 咱们可没忘 刘霞给出的那张照片 张明嘛 应该是个29岁的大小伙子 长相 英俊 而马海田呢 已经40多岁了 面容憔悴苍老 这会是一个人吗 如果是 那刘霞怎么会认不出自个儿的男朋友呢 直到这一刻警方才明白 这整件事肯定是另有隐情 果然 刘霞在警方再次追问之下 这就坦白了 说他所谓的男友啊 还竟然从来没见过面 反正也见不着一个 在网上面同意就同意 听见了吧 网上男友感情什么张明的身份呢 居然都是刘霞听对方说的 根本就没证实过 不过这么一来就有一点说不通了 既然没见过面 刘霞又为什么要给这个子虚乌有的男友赌足70万呢 而马海田又究竟是怎么冒充张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头骗住了 刘霞的呢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 警方又发现 马海田做下的一系列的荒唐事啊 居然都是因为一个词 彩票 包括欺骗刘霞 社局让赵红和徐福海变成嫌疑人 甚至当年他贪污公款按马海田的说法 都是彩票惹的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下集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获取更多的精彩节目 那就请到各运用市场去下载手机机台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再见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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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点赞